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后来我们就在想找什么样的出入才可以跟这个时代都结合 那当时因为我去读大学因为读了很多西方的这个戏剧的作品 包括西拉 悲剧啊 莎斯比亚啊 那么伊布森啊这样 所以慢慢的我们就开始想说是可不可以从西方的戏剧来诠释 那我们自己东方的这个表演艺术 这样子的话有可能把我们的表演在这个时代里面做一个平台 又把他救活了 你看反而是自知死地而后生的 所以我当时挑到马克白是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是学武生的 就以武功为主来表现的 那马克白正好是一个将军嘛 对 那后来我觉得 非常合适 对对对 非常合适 那我觉得这个戏最重要的是让我第一次想要去诠释他 去挑他来做 我觉得他是从反面来看的 就是我们看到本身你读完故事以后 你会发现说马克白本身的本质是一个英勇的将军 很正直的 他是国王的亲戚 那么他有一个非常忠勇的一个心 为他的这个国王去奋战 可是很妙的是喔 它又是个预言剧 一开始的时候 他帮助国家平定了以后 平定这个战乱 就回了这个国家 然后国王很高兴开始封赏他 他一回来的中途路上的 进到那个森林里面 像一个森林迷宫样的 这个戏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森林复活祭 而他是预言的反过来的 这个森林里面有一个女巫 专门会挑戏人的弱点 所以有的人是说 西方正好是把它倒叙过来 就是先用女巫来预言人的过程 因为这正好是讲到一个谋朝篡位的 一个有欲望的一个年轻人的一个心境 是 那这里面很妙的是 我觉得莎士比亚 他觉得这个人本身如果很正直的话 很中勇 然后最后还反过来把自己的国王杀掉了 他又替他去为国家去平定战乱 立着大功 这个国王又对他那么好 可是他反过来又要把他杀掉 其实他是很矛盾的 你懂我意思吗 那我觉得当然要有原因嘛 那就是他娶了一个 我们说马克白夫人 这个马克白夫人是非常非常有野心的 很关键性的角色 非常非常关键 你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女性这么主动 这么对男人的权力核心 这么有兴趣 这么有欲望 我觉得他的欲望超过了马克白 对 虽然所有的外在的事迹 是马克白引发出来的 可是内在的那个冲突的力量 好像接去那个女巫的角色 一直在推他 其实有很多人也在分析说 其实他的马克白夫人就是那个女巫的画 是 这个实际上西方的作家 有时候很巧妙的把人的野心欲望贪婪 变成一个巨像 那这巨像要怎么来呈现 那就是女巫 其实我们中国也有什么山鬼啊 鬼魅王梁啊 这样的东西 那这样就可以倒序 就是之前先让观众借着女巫 来知道这个剧情后面的发展 哦 原来是这样子 就开始有个准备 那他怎么去杀国王 对他心理冲突是怎么样的 就是有个预言式的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 当然更特别是因为 我们不是写实剧唱的 你知道 我们不是很生活的这样子 我们是穿着古装的 有架式的这样子 是 那个韵白也是跟西方很不一样很不一样 而且还有唱念做的 就是有唱 我们用了一段对唱的方式 来表示我们的观念的不同 而且是越唱越快 越唱越快 好像在吵架 精彩 其实那个快速是 就是表现戏剧的那个张力跟 是 是啊 我觉得我们的表演方式 当然是跟西方很不一样 所以刚刚其实老师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部分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些 引进一些西方的元素 让我们的东方这个金剧 有新的这个生命力 可是当您把它 像要救活我们这个金剧的过程中 其实也是在告诉西方的一种表演方式 透过这个唱腔上面的堆叠 其实是更能够去增加一个 戏剧上面的一个呈现的 我觉得我们会拿 莎比亚的马克白来做第一个作品 一个是马克白本身的那个个性 他犹豫不定的 他觉得他又是一个忠诚 又忠诚 那国王又对他那么好 而且国王自己本身也是个很仁慈 很仁厚的人 是 那么 虽然经过女巫的挑戏 觉得说 当时有两个将军同时救了这个国家了 另外一个叫班科 那这个班科也被女巫预言 你知道说 你的儿子未来是 你不要羡慕马克白 他可以当上国王 你虽然没有他那个命那么好 可是你很福气 因为你只是尊真都是国王 没错 就是莎比亚的魅力 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故事里面 那同时他们俩被预言了 那一个呢 我们就看到班科是安分 按照自己的本分来看这个事情 他并不是那么的被挑戏出来 那我们看到一个 怎么讲 性情不稳定的人 就像马克白这样子 那他马上就会想说 蛤 对啊 我回去女巫说 我有战功 国王会封我为什么什么爵士 果不其然就封到爵士了 对不对 那封到爵士 他又说 我将来会当上国王 那是不是女巫预言 我跟真的 是 我觉得对一个年轻人来看 那简直是一个 这个 不得了的一种 对对对 一种煽动你知道吗 是 那再加上他回去以后 原来他太太更希望这样 的确 甚至于这个 这个马克白夫人 为了他的懦弱 他自己 把那个国王这个 他做不下的这些事 帮他做完 全部把他做完了 最后把刀地 他手上就好去杀 真的 哇我觉得这个 马克白夫人真的是一个 很狠的人 没错 那我觉得莎士比亚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为什么 这样子的事情 到后来 他们做了 会那么傲伤 那么后悔 我觉得这个就是 回到作家本身 对人事的一个看法 就是莎士比亚 我觉得他这上面很伟大 有很多人说 你干嘛去搞什么 莎士比亚戏剧干什么 我说我们两千多年前 都在讲儒家思想 不能谈坏的 不能谈好了 可现在这么开放 你什么坏事情都看到了 那他们有真的受到惩罚了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看戏剧的时候 我们不会感觉更珍贵啊 一个作家 对不对 来一个有贪婪野心的人 不应该做的 不应该去谋刺 对他那么恩后的一个国王 那么仁慈 对老百姓那么仁慈 一个国王杀掉 结果你看 我们看到他真正的下场是这样的 因为他受到良心的责备 真的 其实最后的那个 我觉得这个真正最后的 那个最大的惩罚 其实是自己 过不了自己那一段 我觉得戏剧上面来讲 他每一次都是在重复 演一个人生搬演 其实这个故事已经 在历史上已经结束了 对不对 那当我们文学家 艺术家 在把这个故事拿来的时候 再重新看他的时候 应该怎么来诠释 是 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 就像我们传统戏 有很多 其实对西方来讲 都是悲剧 你知道 可是我们通常都把它圆满化 对 我们喜欢美好大姐姐 对对对 我们就是 好像光面堂皇的时候 为观众他们 不要太伤心的回家 那我觉得不伤心回家 是一回事 另外一个是告诉他说 其实我们在重新诠释戏剧的时候 应该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那在这个环境底下 来看事情的时候 虽然让观众满足了 也让事实呈现了 可是我们还是告诉大家说 其实人应该有自己的判断 这个判断 其实是把那个最悲惨的故事 告诉他说 他有一个很好的回答 是 我觉得这个是 平复心灵的一个办法 所以其实在一个舞台上 要去演出马克莱这样子的角色 其实等于是演员要去挑战 怎么样把自己那种最黑暗 最邪恶的那一面 去呈现在观众面前 对演员来说 可能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老师 您本身在创作《欲望成国》的时候 其实才33岁 那您是用怎么样的心态 在舞台上去把你自己最邪恶黑暗的 那个部分去呈现给观众看呢 我觉得马克莱是个年轻人 在年轻人他们在创业的时候 不管他是为了战争 还是为了自己的事业 当然是有欲望野心的 我觉得这个欲望野心也是这个地球人类 为什么一直有一种盼望往前走的动力 这个动力是挡不住的 而且是年轻人本来每一个人都经过年轻 都去背的 对对 你一定会经过这个过程的时候 你在那个当下 你不会想到这么多 可是戏剧的好处是之后来返出这个 给更年轻人提醒而已 可实际上他自己在这个角色上的时候 他不会那么冷静的 你只是一个小将军 你拼命的在建功劳的时候 为国家忠勇 你到底是为什么 我又生了一个 你看这么多人在称赞我 对不对 因为我做的是正向的 对不对 直到最后他的欲望野心被删到最高了 这个失控 对 失控了 对不对 可是那个失控 是靠你人生成长中间的反省 认知来压制你 可是我觉得你直接去演马克莱说 你不可以这样 你这样的时候 其实那个张力出不来了 是 你没有欲望野心去演马克白 你根本就不像马克白了 就不可能 是 所以我觉得马克白的游异 跟那个冲突 在他不知道未来是什么的时候 可是偏偏女巫已经告诉他 他就是未来的国王 可是这个路怎么走过去 他完全不知道的时候 他会冲突这个挣扎 那这个挣扎的时候 我觉得是最漂亮的戏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很努力地在想办法找到说 薩斯比亚的第一个戏 我们怎么来做 一方面是我们用的背景 我们当时也把这个戏 历史里面来的时候 我们服装就可以附着在这个上面 是 你知道传统戏曲本来就放在明代的 你知道 那现在我放到东都列国 那你看 我又可以重新找到一个服装的感受 可是他都是古装 所以都可以用到我这套手衍生步伐 那在这样的表演里面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正好马克白是个将军 那我们学过那个匹刹呀 我们是这个虚拟的方式 其实不是把马真的骑上来的 对不对 那他就去为了这个国家去战争的时候 那甚至于他到森林里面遇到女巫 他都是骑着马 然后女巫把他 我们现在讲叫鬼挡墙 那是让他走不出去的时候 那他到处都是用骑马的惊慌的 那个姿势来表现的 甚至于到最后 他为了自己这个篡位完了 他觉得女巫预言他的朋友 那个班科将来他的儿子 子子孙人都继承嘛 那他就设定一个宴会 好像来庆祝他自己当了国王 那实际上他是要 借这个机会把班科请来 然后把他的把他杀掉 甚至他儿子也杀掉 将来他既然没有儿子了 就没有他的后代没有人继承 所以他国王就可以一直当下去啊 他本来是简单这样去想 他也真的去做 他找一个刺客到半路上面 去把班科杀掉 没想到就是女巫的预言 就是天命 就是实际上他的儿子跑掉了 跑掉了将来 后来当然 他也连入外面的诸侯一起打过 打回来 就把马可拜打败了 那我觉得本身 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也在想 整个尤其是在最后一场的时候 当女巫 她再没有自信的时候 她又骑着马出去的时候 哇 我其实也用了一种电影的手法 你知道 因为舞台就这么大嘛 就这么小 对不对 那我们的直起是这么强烈的 然后我的那个起马动作本来很快很快的 就突然的 像停格慢动作的你知道 其实慢动作其实是电影的一个格数的 把它加快然后放慢对不对 那我们不是 我们是靠自己的动作 自己 来控制她的那个平衡力量的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 对我们突然的 把一些蒙太奇的电影的手法 放到一个演员身上来的时候 其实当然我们看到电影里面的张力了 可是我们在舞台上 要把这个张力用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要念很久 然后才能控制到她 那么平均那么慢 那个永恒性才会出来 那个生命性才会出来 当然用这个来问她最后的命运 是比较恰当的 所以当然女巫就告诉她 除非森林移动了 可是你知道我们没有用的 我们的戏啊 在最后的结尾 其实不是这样的 是用了另外一个版本 那就是他们自己的诸侯知道 马可白是篡慧的 所以最后他们也省得去跟外面再打一仗 就反过来 因为马可白也告诉他们说 女巫说的 那个森林不会移动 结果有一天 士兵就真的在城堡上面 看到森林整个移动 其实森林本来不会移动 是整个部队砍了树 只是扛着往这边走嘛 是 那我们现在都晓得 可是在那个时代 有神灵有鬼魅的时代 而且最主要是有那个预言 心里就害怕了 对对对 那后来当然 就这样一下子 整个她士气 士兵的士气就倒下来了 然后他们在反省的是这个将军 其他将军就认为 根本就是马可白一个人的 这个欲望野心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落到这样的下场 要去牺牲性命 干脆反过来拿弓箭 嘛是不是 你知道 因为马可白当时 也到城堡上去看到 那个森林移动的时候 就是腿都下软了 是 所以我觉得 有的人会用我说 哎呀 有很多学生专家会觉得 这是好像在探讨犯罪心理 当然你是回过头来 一一分析的时候 你会觉得 他是探讨犯罪心理 如果他最后 剧本不是这样写 他没有把国王杀掉 而是国王把他抓住了 判刑了把他杀掉 那么这个结尾就没有了 我觉得某些角度来看 戏剧家喜欢把一个很感人的 很动人的故事 很有张力 很冲突的故事 然后再重新诠释的时候 做了一些表演上的处理 那这表演上处理 好让这个戏剧张力更强 所以有高潮叠起 对不对 所以其实真的可以看到 吴老师您在做这种语言的转换 还有怎么样把这个文化元素 很精彩的这个融合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那其实不管是任何一个演员 当他走进去一个角色 再出来之后 那个角色就会有一些部分 是留在他身上 那您自己演过马克白 您觉得马克白 对您自己的影响是什么 因为他的冲突性很强 那么我觉得我当时没有错 因为我们希望掉到一个角色里面 才能把那个角色演得很活 是很真 那么虽然我们的动作是比较虚拟夸张的 就有武功性的放进去 帮他饱满起来 可是实际上还是要负责他的内在意义 那我觉得我在调到这个角色里面的时候 我因为在传统里面嘛 虽然你是武身 你用武功来呈现角色 好比说赵云 林聪这样子 可是实际上他们本身这个角色是很正直的 跟马克白正好是相反的 你知道 那马克白始终被预言之后 从第一场《女巫》给他预言 他就一直有这种想法 一直认为说 是啊 眼神就一直在燃烧着 对啊 一直燃烧 那这个就跟我们传统很不一样 是 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说 我从传统出身 怎么去演西方的这样子的心灵诡诈的 又跟正义有关系的 那我觉得这样子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考验 那实际上人本来就很复杂 人在内心里面有时候 有的时候他觉得他很正直 那可是偏偏他交的朋友都不够好的时候 对不对 那就像马克白娶了这样一个太太 对 很辛苦 然后偏偏他走进生里面 还会碰到这样的女巫 对不对 实际上我觉得很巧妙的是 莎特比亚是把 可能马克白本身就有 这个多面性的复杂的个性 所以把他那个多面性的复杂的 那个反面把它挑出来 一个给了马克白夫人 一个给了女巫 然后再重新看 男人在社会里面的地位 就是对 男人本来在君王君主时代的时候 我们就是为了君主 对不对 所以一切都是 那当这个君主很正直 我们就很正直 如果这个君主叫我去蒙次某个人 这个个人是个好人 你要不要去杀他呢 你懂我意思吗 那他开始挣扎了 我到底要不要 因为我不是你的养士嘛 从前有一种叫刺客 对不对 我养在家里面的 我叫你去自杀 你就自杀 我叫你去杀牛 你就杀牛 杀人就杀人 反正你是为我牺牲的 你拿的钱是为这个 所以这个刺客很清楚 马克白不是啊 我就是在人 我不只是在你国王面前 我还要在社会的面前 在家庭的面前 对不对 在老百姓的面前 在军队的面前 我通通都是个正直的人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经常的演习惯传统的那个正直 到这里面来的时候 每天都在想 哇 我总继续得到释放 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 生命挣扎的时候 我当我还做了一个倒僵尸 就是最后他被很震撼的一个动作 很震撼的一个动作 他其实在画剧里面 他不会这样去做 对不对 那我们因为比较 这个超写实一点的方式 来呈现 所以后来的动作 就是很夸张的 可是我们都从小训练 所以那样子的动作 我在演传统的时候 可能做得很笔直气壮 对不对 因为我是忠勇嘛 那这个不是 这会感觉 为什么我一个正直的人 会听信了一个预言 就我的下场今天是这样的 是 我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未来的 对不对 那这个声音 到底是从哪里传来的 它是正直的 还是邪恶的 对不对 那我觉得最后 我要打下去的时候 我那个手这样一直指的 人家一直问我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是 那时候我说我到底指的 那个是什么意思 我说第一个 你觉得呢 他在想 这个声音为什么会移动 难道我的声音 就因为他说 这个声音移动 我就没有了吗 那真的 明明中 会有这样子安排 我的命是如此的吗 我觉得 就是很多东西 我是被 这个女巫 这个声音欺骗的吗 就是 还是 我始终 我都没想通这件事情了 非常多层的音 是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 真的要从一个戏剧 再走入到一个演出者 要走到那个戏剧家 笔下的这个角色是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要再去融合 两种文化之间的这个差异 那可是真的老师做的 非常精彩 就像老师说的 整个戏剧都是在谈人性 我们怎么样能够很真实的 去看到自己的黑暗面 我们才能够真正去做出 那个关键的选择 当我们一直去回避它的时候 我想 这都不是最终的 这个生命的答案 那今天非常感谢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 感恩 谢谢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地球正词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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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道 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